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本星期高调访华 重启中非两国因为南海问题 而中断了将近五年之久的高层互访 杜特尔特上台以来一改前任的亲美立场 大走亲宗路线 让美国头痛中国开心 这次访华杜特尔特行前释放出了矛盾的信号 他一方面大赞中国慷慨大度 说自己有中国血统 期待中国给予经济援助 另一方面又表示将坚持国际法庭的南海仲裁结果 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 那么杜特尔特访华美中非三国各有什么样的算盘 访问期间杜特尔特是否用行动证实了他弃美亲中的立场 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好 杨建丁先生 我们知道杜特尔特这次访华 中非双方都各有自己的算盘 那么你觉得他们双方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达到 对 这个实际上呢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很难念的名字 我叫他老杜好了 他老杜的目的想要建立的中美非的关系 和其他东亚国家试图所建立的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换句话讲就是经济上好处要靠中国 但是安全保卫要靠美国 而这个只不过就是老杜表现得更加这个直接 过分直接 而且把那个这个流氓嘴脸全部表现出来了 出尔反尔的嘴脸全部表现出来 区别只是在这儿 而中国想要得到什么呢 中国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南海的事情 西太平洋的事情 是西太平洋国家自己解决的 任何其他国家的插手都会使得局面更加的复杂 当然这是指美国 而这个老杜最近的表态正好使得中国的这个表态呢 所说的呢得到了证实 你看我们两个国家自己谈谈都可以解决吧 根本不需要别人插手 实际上呢 中国这次是要了面子 而且他急于需要面子 因为这个南海这个仲裁他需要面子 要挽回面子 而老杜正好看出来中国需要这个面子 我把面子给足你 同时他把他需要的经济好处啊 能会带回这个美国自己的国家去 但是和美国的关系 实际上他处理的还是比较小心的 他有个底线 他是不敢预约的 好听听魏必周先生您的看法 您觉得这次中国和菲律宾有没有各自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要就短期来讲 这当然是一个中国现在外交上的一个胜利 那对美国来讲 当然是一个战时性的挫败 那长远怎么发展 当然还要看中国跟菲律宾之间 最近目前所达成的一些协议 能不能让这个老杜 在本身在国内内政上 能够满足他原来竞选上的各种的要求 各种的需要 如果这个能完成的话 那么也许下一步继续可以谈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比较担心的就是 长期来讲这个第一 所以我们所谓第一岛链 这个所造成的军事上 跟那个亚太安全上的一些问题 如果在政治上 在经济各方面的程度上 在一年到一年半以内 所答应的这些经济上的实质效益 能够让菲律宾的经济有所提振的话 那么那个劳度可能就有更足够的信心 在其他领域施展他的这个作为 然后继续跟美国拉远距离 这个我想是值得观察的 好的 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的分析人士都说 这次要看菲律宾是不是真的破釜沉舟的 这个气美亲中 有两个重要的标准 一个是菲律宾是不是会终止 允许美国进入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协议 另外一个就是菲律宾是否会真的会 放弃南海仲裁 那么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 您觉得杜特尔特这次访华 有没有送上中国最希望的这两个大礼 好像没有 杜特尔特只是口头上表示 要和美国分手 但是分到什么程度怎么分 他并没有具体的说明 那么今天中国官媒报道说 杜特尔特向习近平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个是希望停止对黄烟岛的建设 第二个是允许菲律宾捕鱼 但是习近平都婉拒了 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让步 那么刚才这个魏先生提到 这个中国的外交胜利 那么我看今天中国的官媒 把这一点给否定了 就中国比其他我们观察的 还要小心谨慎 原因是中国自己 有过这方面的痛切的教训 他们叫做阿基诺效应 说白了就是阿基诺五年前访问中国的时候 也是中国高层轮番借鉴 给了70亿美元的大单 再加上20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 那么当时阿基诺是和中国关系非常好 但是回去以后就翻了脸 所以可以说这个阿基诺效应 就是所谓肉包子打狗 这个狗吞了包子倒过来咬人一口 现在中国政府不敢期待杜特尔特 能够不学阿基诺 所以中国也很小心 好的 听听陈伯工先生的看法 这次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 从表面上看来双方都有所收获 杜特尔特收获的是三项 一个是9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来自中国 第二个是三项经贸协议 再一个是中国基本允许菲律宾渔民返回黄岩岛海域不渝 就是恢复他的不渝权 那么在中国方面也并不是没有收获 他的收获就是中国跟菲律宾进行一对一 直接的谈判 谈判南海问题 这是中国方面移植的主张和要求 他希望不是跟整个东盟 而是跟一个一个的国家 一对一的谈判 这就原来东盟的立场是 整个东盟集体的跟中国进行谈判 那这个谈判书在中国古代叫做合纵 就是六国对付秦国那种合纵术 那么现在北京用的是连横来破合纵 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判来解剖 因为中国是强国 他觉得能够主到 从这个讲来讲双方都有所斩获 但是双方都没有在主权上让步 因此主权问题仍然留下了 这个就是继续讨价还价的空间 我们知道美国对这次杜特尔特访华 当然是高度的关注 那么杜特尔特在访华期间 他公开的宣称跟美国要分道扬镳 要结束跟美国的联合军演 而且他以前也说过 要从中国和俄国购买武器 甚至说要和中俄菲律宾 形成新的意识形态的阵营 那么我想问问杨剑 你觉得菲律宾有没有真的可能 断绝和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这个包括老杜 他自己也非常明白 他这个亲中 如果让他自己的民众理解 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经济利益 或者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的话 民众还可以理解 如果他说我这次亲中 就是为了和美国断交 或者这个脱离他以前的军事关系的话 那民众不会答应 这个是最近的民调已经出来了 这个落差他是非常清楚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主权问题上 他说他没有放弃 没有这个预约底线 他也讲我有些事情回来 必须和议会来商量 那这个另外一个落差 就是他和军界的落差 我们知道传统上 菲律宾的军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同时菲律军的军界呢 基本上是听从于美国的这个意见 就是说美国的对军界的控制 是非常强的 就是说老杜如果在现在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比如说他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 他要和这个要购买中国武器 俄国武器在和中国联合军演 然后完全不让美国进入 他这个军事基地等等这些 如果这个撤掉 这个这个毁掉这些当时的协约的话 我想他的军界会有反弹 这种反弹恐怕他自己受不了 这一点我相信他是非常明白的 好 未必周先生您的看法 对 这当然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事情基本上 还是要看他内政当中的作为 那他上来之后有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这个反毒的事情 经济建设的事情 它基础结构的问题都要做 这需要钱 那显然在美国这边 给钱是非常谨慎的 这个给钱的方式 就可以看出来两个 中美两个国家 对于这个所谓对外援助的差异在哪里 那当然钱来自中国是最容易的钱 所以他必须对中国在主权方面 暂时有打着一个 打着一个这个蒙混的旗帜 过去跟北京谈这些事情 能够获得这个贷款 来推动他在国内的经济建设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他如果在一年半之内 如果他上台的时候 能够完成他各项不同的 这个经济上的建设的话 或开始推动的话 他会继续获得人民 本身的这个民意高度支持 这样他有足够的资本 来跟军方来对抗 当然刚刚这个杨先生也说到 没有错 这个军方 菲律宾军方是独成一格的东西 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在这个同时 在这个同时 你刚刚美国其实现在 真的不需要做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怎么说这个杜特尔特 还是民选出来的 美国对这点是非常尊重的 所以基本上是四年让他过去 而且在这个同时 菲律宾自己内部 你刚刚提到 像我们刚刚我们也知道 这个罗慕斯还有其他人 还有包括大法官 本身他们自己都在运作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杜特尔特本身 所面临国内之内的 这个政情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刚刚提到有一点 就是有关于主权的问题 他不会在主权让步 这刚刚这个 那个陈妍人说了 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必须 他身为总统 他必须遵守宪法 他必须回来面对国内 对于这个 他最高法院 对他国家主权 这个黄岩岛的 这个主要问题 所以他不可能在这边 取得任何 做出任何账户 否则的话 他自己本身会面临弹劾 弹劾的这个危险 确实刚才借着 魏毕周先生说的 就是我们知道 这次此行 杜特尔特返华之前 那么菲律宾的最高法院 大法官就说 如果杜特尔特敢说 不承认南海仲裁 那么菲律宾就会弹劾 这个总统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 是一个相当大的制约 好 程晓农先生 我们知道虽然菲律宾向中国表示 这个在军事上的愿意和中国联合 甚至要从中国搞这个联合军演 购买武器等等 但是中国并没有接这个茬 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中国很清楚 菲律宾现在国防安全上 最大威胁在哪里 威胁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的南海的军事扩张 直接威胁的就是菲律宾和越南 所以菲律宾如果想在军事上 或者保护 前面建立也提到 主要只能靠着美国 所以美国并不太在意 菲律宾这个总统 现在说些什么东西 有两个内幕 一个内幕就是 10月5号 菲律宾的外交部长 有一篇演讲 里面讲得很明确 说菲律宾对美国现在的不满 就是因为美国不肯 为菲律宾的主权赴汤蹈火 出最大的力气 这个想法本来对美国来讲 就很过分的要求 美国不会回应他 但是他也不敢离开美国 还有一个内幕就是 这两天菲律宾这个都特尔特总统在北京 和菲律宾的商界人士会谈的时候 露了个点 他说中国的贷款好要 有时候还会忘了 意思是不用还了 我看到菲律宾原来的预期是30亿美元贷款 他如果能用几句填货话 就把北京给糊弄了 这个几句空话换30亿 这个不要还的钱 这个买卖做的还是很合算 好的 陈破红先生 我们知道就是中非两国领导人 在这个南海问题上 以前是一直针锋相对 那么如果现在哪一方做出这个让步 在国内肯定都会激起非常大的 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但是如果真的就只是搞经贸关系 就像这次杜特尔访华一样 双方在经济上达成很多协议化 又能不能真的改变这个中非的这个互动 真的能够从根本上加强他们的信任 你对这一点是不是看好 如果不解决主权问题 只是在经贸上谈的话 中非关系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因为这个杜特尔特任期16年 即便他采取一个亲中原美的政策 等他任期一结束 恐怕政策又倒回去了 所以北京可能是空忙一场 所以这次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 非常谨慎的态度 它有两个原因 就是杜特尔特突然变脸了 对美国变脸 对中国来说既是机会了 也是一个烫手山鱼 机会就是北京突然找到了一个机会 来瓦解东盟的机会 就是说可以跟菲律宾直接谈判 菲律宾可以跟北京谈判 这个谈判是撇开美国 而且不让整个东盟的参与 同时杜特尔特让不到 就是说不主动提南海仲裁协议 尽管他内心还是坚守 他不主动提 他甚至一反常态 他尽管高调地谈骂美国 但对中国却表现出一个彬彬有礼的姿态 他说他要讲礼仪 不首先提南海问题 让习近平先提 突然一个高声谈骂成天 物言会语的人 突然讲起礼仪来的 他这是东方的礼仪 然后如果说双方的经贸 其实杜特尔在谈经贸的时候 是恩将仇报 在过去70年 美国给菲律宾的援助是最大的 直接投资累计是最高的 而且美国在菲律宾遇到困难的时候 给出的援助也是最高最大的 比如说菲律宾遭遇台风 那美国是做了最快最及时的救援 在菲律宾目前的经贸关系中 最大的经济伙伴 表面上看是日本第一 中国第二 美国第三 但是美国的累计投资是最高 所以说讲这个话是没有良心 另外他讲中国的这个投资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 的确想用中国的钱来建设 但菲律宾的经济并不差 菲律宾在过去阿基洛执政的六年里 平均增长6%到8% 是亚洲增长最快的国家 最近几年甚至超过中国的增长率 中国表面上6.7% 实际上4% 菲律宾而且人口非常有优势 有1亿人口 平均年龄23岁 非常年轻的劳动力 有3000万的中产阶级 也就占30%中产阶级 菲律宾是一个非常健康 蓬勃向上的经济体 被称为亚洲之虎 即是亚洲四小龙之后 看好的一个经济体 在这个时候 他把经济问题当成一个突出的问题 并不是解决过关键问题 因为菲律宾的国内的民意 他有两种 一种支持他反读 那个整数治安 但是另一种民意是清美 另一种民意就是 76%的人信任美国 只有22%的人信任中国 他面对这两种民意的时候 他不得不走平衡 除非他完全的意气用事 虽然这个杜特尔的上台以后 又发表了很多这个高调反美的言行 但是美国方面表现得 非常的低调容忍 有时候甚至用这个调侃的口气 来对待杜特尔 甚至骂总统的这些 非常下流的话 那么你怎么看待 美国的这种低调的这种回应 对 美国这个和菲律宾的关系 是非常深远 而且非常深厚 美国对此是非常有信心 第二 它这个军事上的联盟 是非常强的 并不是说靠一个总统 胡说几句话 就可以这个瓦解的 这个美国方面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美国方面 当然非常重视 这个总统要做什么 所以它在密切的关注 我相信这外交斡旋 会密集的进行 但是我们来看 这个杜特尔特的性格特点 他就有点像那种 非常聪明 但是又非常无赖的一个小孩 他知道在几个大人中 怎么讨好处 是属于这么一个性格 所以他在中国说那些话 无非就是希望美国 第一 晶元上更多一些 第二 就是说 如果真正的主权受到了侵略 侵害 那当然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威胁 美国能够真的能够为他火中取利 能够真正 那美国没有那个承诺 所以他希望你拉得更近一点 有时它是一种叫 让美国跟中国争宠 就是有点这个感觉 一个争宠的感觉 所以他在骂美国总统 但是你想 他是那么一个不计算的人 我相信老杜也是很会计算的人 他在骂的美国总统是谁呢 是欧巴马 他现在肯定我敢打赌 他不敢骂希拉丽 所以他是有自己的 非常清楚的计算的 好的 魏必周先生 刚才程破空先生提到 在东盟 就是菲律宾杜特尔特的这些做法 可能打破东盟 针对南海问题的一个一致的立场 那么我们知道杜特尔特上来以后 他跟中国搞这一套 这个来来回回的 会不会对东盟 我们知道尤其是菲律宾 明年又是东盟的这个轮值主席 那么会不会确实是对东盟 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一致性 产生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现在当然东盟就出现一些状况 在这十几个国家里头 现在东盟当然出现一些 中国的势力可以伸张进来 你先比如最近泰国这个政变之后 这个亲美势力是不是像以前一样 能够跟美国继续保持这样子的联系 特别是军方 包括辽国还有缅甸 这些都已经是在中国的 这个继续的怀柔之下 已经发挥陆续的功用了 那就菲律宾本身而言 他这样子的做法 当然要看这个美国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 这个礼拜我相信 这个美国驻卿主管 太平洋的亚太事务的驻卿 这个Russell本身就要去 去这个马尼拉要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 当然美国对菲律宾的情况 是比较有信心的 因为他在那边的势力 实在是根深蒂固很久的 就我们刚刚提到像Ramos这些人 基本上是新美 同时也了解美国情况的这些人 特别是军方的事情 那如果说美国对于这个菲律宾的情况 能够handle能够保持了一定的高度的 这个控制跟了解的话 我想其他东盟国家 也会在这个情况来观察 不会进一步的跟美国疏远 那在军方的态度来讲 其实菲律宾的主要的 他的军方主要的敌人 其实是应该属于 他的南方明拿纳俄这些的 回教的穆斯兰的这些叛军 他真正并没有这个所谓对外的 这个所谓的敌人的东西 所以因此他在跟明拿纳俄这方面 这个叛军那边做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周旋的时候 这个本身也是这个杜特尔特 本身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他希望能够能够达成 跟这些叛军的和平 这个地方美国人没有帮太大的忙 至少从这个杜特尔特的角度来讲 他觉得美国人没有帮太大的忙 他认为跟美国这些所有的合作 跟所有的军演 基本上都是美国并没有把主要的 这些包括像通讯能力 还有一些这些 这些冰原上的技术上给他们 你看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最近的演习 菲律宾只有500个人出去 美国人就动员了1000多个人出去 所以你看出来 这里头的这种差异在哪里 所以下一步来讲 就是说美国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 他可以沉住气 让这个四年过去 美国人基本上看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民选政府出来的 所以他必须沉住气 在这四年过下去 但是在四年过程当中 中国必定会落实他的诺言 在经济上 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怀柔政策 希望能够把菲律宾在经济上 能够跟中国进一步拉近 这样对杜特尔特自己本身都有交代 好的 程晓农先生 我们知道 中国现在对于这个 有领土争端的国家 是采取两个手段 一个就是在经济上 给一些好处 就是诱惑 但是在军事上也 极端的显示这个实力 就是诱惑加威胁 那么在菲律宾的这种带动下 这种例子 那么周边国家是不是都会 循这种菲律宾的这种模式 就是说在美中两国对峙中间 寻求一个空间 而且寻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 你觉得 你是不是会看到这种趋势 未来多年 我觉得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其实是第三方 东盟才是第二方 和中国直接有关的 因为美国在那里 并没有直接的利益 美国的所谓利益 其实无非就是维持国际秩序 这么一个利益 也就是说 美国承担了国际义务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讲 美国进一步和退一步 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美国新旧两任总统 即将交接的这个时候 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再去一个 比较谨慎的做法 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在冷战 漫长的冷战的几十年当中 美国经历像这个 杜特尔特这套把戏的 这个两面讨好 两面玩弄 两面谋利益的做法的国家 有几百个 美国也算是经验丰富了 建的多了 这套把戏也糊弄不了美国 所以他爱和北京套近乎 就套近乎 想赖账就赖账 等到他赖账的时候 北京和菲律宾 也有翻脸 好的 陈伯宫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刚才我讲的就是 菲律宾对中国 伸出这个橄榄子 对中国来说 也是一个烫手山鱼 因为中国现在 也感到很为难 那就是 这个杜特尔台的笑脸 和橄榄子来得太快 只有三个月 就来了个大翻转 那么中国就要判断一下 本来中国要在黄岩岛 这个好不容易拿到黄岩岛 在2012年之前 那个控制权是菲律宾的 那2012年 这个黄岩岛是中国的 那么这个黄岩岛 离菲律宾很近 离中国很远 那么就在菲律宾的家门口 控制了黄岩岛 本来中共的这个想法是 把黄岩岛 这个填海造地 建立一个军事基地 就在南海 形成了个铁三角 三角关系 那就是西沙群岛的三沙寺 已经是军事基地 南沙群岛的七个人造岛礁 军事化成为一个军事基地 再一个就是这个 他们成为中沙群岛 这个就靠近菲律宾这个 黄岩岛在把它军事化 那么中共呢 就整个的控制到整个南海的海域 但是现在这个菲律宾 这个态度上它很为难了 如果你继续去 这个黄岩岛 填海造地 军事化 势必引起菲律宾的反弹 那么有可能你的经济协议 援助来就泡汤了 菲律宾又重新回到美国的怀抱 而且北京还有深一层的考虑就是 中美关系重要 还是中非关系重要 它要奠量一下 我们想一个情况 如果美国退出 真正退出了南海 退出一个亚洲的话 是什么情景 那么这个情景就是 菲律宾门户大开 那么它完全失防 这是菲律宾的事 但是中国会独自去面对亚洲国家 这个时候地缘政治发生深刻的变化 俄罗斯会迅速的填补 美国留下的真空 成为在亚洲 中国最大的假想敌 潜在敌 俄罗斯根据地缘政治的强弱顺序排列 俄罗斯跟日本联合起来 对付中国的可能性 远远大于俄罗斯联合中国 对付日本的可能性 再一个 俄罗斯跟越南和印度 有传统的盟邦 成为俄罗斯越南 这个印度铁三角 这个铁三角的关系 进一步加强 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 反而伏被受敌 如果没有美国之后 美国是一道格力强 是一道和平的保障 没有美国之后 亚洲很容易陷入战乱 而中国没有胜算 没有这个把握 成为这个战乱的赢家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 这个很多的平台上 甚至在公开的报纸上 也有这样的评论 就是说中国 不要受这个杜特尔特的唆使 而加深跟美国的敌意 我想这个也是 从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中国这个担忧 那么我想提一个问题 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杜特尔特上台以后 用这个铁板的手段 反毒人权记录很恶劣 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批评 这个实际上一直是 他公开攻击 这个美国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但是中国却在这个问题上 支持杜特尔特 而且还帮助杜特尔 建立这个戒毒所等等 我想问问 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 这个态度差异 中间有什么玄机 对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杜特尔特的性格特点 就像一个无赖聪明的小孩 在大人中寻找他的利益 那么这个美国和中国呢 又是两个不同 大人的一种性格 那美国呢 他就是在原则性比较强一些 比如说遇到这个 这个反毒问题 就是反毒是对的 但是你要尊重人权这个 这个司法 司法 对 法治这个人权的规则 但是在这一点上呢 杜特尔特他有个人的性格特点 他觉得又得到民众的支持 所以呢他觉得 美国老是指责他 而以西方裔代表的人权组织 老是指责他 他觉得受到屈辱 那另外一个呢 中国 另外一个他就会很会讨好他 让他感觉到很舒服 不去指责他的缺点 然后呢给他一些 一点点点好处 因此他感觉到很舒服 所以很多的外国人 到了中国去 都感觉到中国很舒服 你知道吗 中国很会玩这套把戏 让你感到很舒服 别说是一个国家元首了 退休的国家元首 到了中国去 感觉自己忽然称了国王 包括一些大学的教授 到了中国去 都感觉到很舒服 所以呢在个人的感受上来讲 我相信老杜 在中国人面前呢 感觉到很舒服 在美国人面前 感觉到很不舒服 怎么一个眼里的老师 老师来指责我 所以这个呢 决定了他 在某种情绪上呢 能倾向于中国 这个从个人的角度上 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 听听卑鄙先生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根本就是我刚刚提到过 真正是反映出来 中美两国之间 对于一些价值观念的 差异在这里 美国给钱 美国政府如果给钱 大家都知道 要透过国会能给钱 而且这个随后的 这个集合制度 是非常非常严密的 你这个钱都要有交代的 同时在跟英国 跟西方国家一样 在援助某一个 特定国家的时候 他必定把这个思想 把这个精髓 跟制度 带到这个国家去 所以这个钱 不是随便乱给的 希望能够 我记得很清楚的 以前台湾接受美元的时候 所建立的一些 美国自己本身 所吸收的一些制度 对于人事的安排 对于这个科技的安排 对于人事晋升的安排 都有一套 这个严谨的规范 使得这个钱下去之后 能够有效的执行 然后你可以做 下一步的这个 再申请拨款 可是这个钱 我们相信到目前为止 中国如果给出去钱的话 他根本不管你这个钱 到底怎么花的 从一个角度来讲 是说中国根本不管 我们这个钱是什么 我们只要买了 花了钱买了个对方 一个安心 然后我们知道 他会支持我们 这就够了 至于你拿这个钱 关入门在里头 做任何事情 我不会在意的 更不要讲说 这个钱给到一些 某些国家里头 这里头的贪污制度 这个钱根本是 没有实质上的落实到 这个国家的经济 跟民生建设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给钱是非常大方 而美国给钱 是非常谨慎小心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必须把他的制度 跟典章介绍进去 而中国除了给钱之外 他没有办法推销 他自己的核心价值 因为他这个核心价值 是根本在任何国家 都没有办法 占我们立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多特尔特这么杀人 鼓励这些老百姓 自行去处理这些毒贩 跟毒销的时候 我想所有任何 有人权观念的 这个西方国家 都看不惯 都看不惯下去 因为你要经过 一个due process 你要经过 一个合力的程序 一个正义的程序 能够来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准许 他这样的到处杀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那这个基本上 跟法西斯没有什么差别 跟独裁国家 没有什么差别 正是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杜特尔特刚上台了 三个月的情况下 西方国家在没有 给他足够的赞赏 跟鼓励的情况下 反而倒过来批评他的时候 杜特尔特自己 觉得完全受不了了 我想这个也很难 就回到刚才 这个建立兄所说的 这个个人特质性质 所在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中美两国 基本对于人权观念 对于给钱 对于一个集合制度 对于一个制度的推行 跟栽培 跟这个深入化 是有很大的差别 好 崔小龙先生 我觉得刚才 这个补充一下 魏必周先生刚才的说法 就是从他们个人 领导人的个人气质 和个人偏好来讲的话 杜特尔特和习近平 是很有相似之处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 虽然菲律宾是个民主国家 表面上美国的政体一样 其实这个发展农国家的民主制度 远远离完善还有很大的距离 另一方面呢 就是他们的社会治理 经常是失败的 也就是说 发展农国家的民主制度 由于社会的不成熟 社会治理经常不成功 那么这个时候 像杜特尔特这种 这个乱杀乱抓的做法 相反会在社会上 得到很好的这个反应 所以菲律宾老百姓支持他 这其实提出了一个对发达国家的问题 就是发达国家 是不是用发达社会的 社会治理那个尺度 去衡量所有国家 实际上呢 这里面也存在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像菲律宾这样的 还有非洲很多国家 其实做的都是和菲律宾一样的事 因此这个菲律宾 这个现任总统 他从他治理本国的角度 他觉得他做的不错啊 你们来管我干什么 另一方面呢 就是他也发现 讲起来他是民主国家 其实他和专制国家 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就是民主这个政体的复杂性 不是一个压 好的 好 最后听陈伯宾先生 来做一下总结 对 我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这个问题 之所以杜特尔特之所以得罪美国 之所以美国得罪杜特尔特 是两个原因 是杜特尔特竞选期间 美国没有支持他 并且在某些问题上批评了他 包括美国驻菲律宾大使 批评了杜特尔特 使他怀恨在心 另外一点就是他上任以来 搞这个扫毒 搞这个以不公平 故不正义的方式来追求 所谓的公平正义 这个几千人被杀 而且很多人是没有经过法律程序 那美国出于普斯加州人权 对他提出了批评 因为他对美国非常怀恨在心 并不是美国没有给他援助 但是这里有一个玄机 为什么中国会大力支持杜特尔特 除了这个意识形态 价值形态上的趋同以外 最重要的是 大多数的毒贩 很多毒贩是中国人 是华人 很多毒品是来自于中国 杜特尔在6月30号上任 7月份的时候他说了两番话 他说 我当然要问问中国 为什么很多毒贩是华人 为什么毒品都来自于中国 大多数毒品来自于广东的冰毒 然后中国悄悄给他做工作 给他就秘密给钱 援助了一个最大的戒毒中心 还有康复中心让他收声 让他不要对中国说三道四 事实上在他扫毒过程中 滥杀的毒贩或者所谓的毒贩 甚至是有的人不是毒贩 有的只是袭毒者 或者有的人是涉嫌就被杀了 很多是华人 当美国在批评 他的人权记录的时候 其实在间接程度上在帮助华人 当中国政府在支持杜特尔特的 扫毒反毒而无视人权的时候 实际上也在损害华人的利益 所以这里边的微妙和复杂 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杜特尔特他采取了双重标准 他对美国是这个谩骂 是做出一个流氓姿态 但对中国做出一个君子姿态 实际上我在怀疑他有个倾向 就是从中国榨取钱财 因为中国政府的钱很好拿 不需要通过所谓的议会 政协人大 是橡皮图章 不需要 更不需要通过中国人民 中国政府想来多少钱 就来多少钱 叫大傻币 在美国来说 这个钱不容易博出来 它是一个民主政府 它很多东西要经过国会 甚至这个舆论和人民的监督 说美国这个国家虽然有钱 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钱 着急见走 而中国政府报复 它控制了全国的资源 所以杜特尔特看中了 中国政府的钱包 想捞一把 至于他捞一把之后 他怎么做得很难说 又菲律宾国内 并不会容许他这个胡作非为 菲律宾发生政变民变的可能性 随时存在 而且他自己扬言 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要暗杀他 实际上他是故意用这个话 先堵住别人的嘴 如果他遇息或者被暗杀的话 他要赖到美国政府头上 我想美国有很多 中华性的手段对付他 不一定要去暗杀他 好的 有关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访华的这个题目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中纪委清查港澳办 会拿谁开刀 请你们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 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DOA卫视 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10月21号的 焦点对话 我是宁昕 中共当局的反贪腐之火 终于要烧到香港了 中纪委最近发文批评 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 主管的港澳办问题多多 并语带玄机地表示 巡视组掌握了一些 领导干部的问题的线索 并将清查处理 这个进展使人联想到 最近香港承报 对于张德江和香港中联办 连篇累赌的攻击 继中纪委发文批评港澳办之后 承报再次出击 宣称追随江泽民路线的张德江 是造成港澳办和中联办 山高皇帝远 贪腐无底线的罪亏祸首 那么港澳系统 山雨欲来封满楼 中纪委的清查会拿谁开刀 香港作为内地政客 和富商的洗钱中心 和资金外移门户 在这一波整肃中 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好 我想首先请 陈伯宫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中纪委这次发文批评港澳办 您认为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在几个罪名当中 您认为什么是重点 主要是政治还是经济问题 当然 政治问题大于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可能是存在 是一个借口和一个切入点 因为这个中纪委发布的这个文件 其中一两句关键的话 他说这个港澳办执行中央决策不力 还有一句话说 一些领导干部存在问题 已经发现线索要予以这个查处 那么实际上这个中纪委 这一次这个对港澳办的这个追打 是一个电视连续剧的延续 这部电视连续剧早就发生了 从陈报 炮轰 这个这个这个梁正英 中联办和这个张德江开始 到大公报文汇报的反击 刘文山的这个喉舌 再到后来这个中纪委暗挺城报 再到后来这个环球时报又还击 那么到现在这一步 就中纪委采取了实际的行动 腰斩中间 因为它涉及到三个方面 一个是主持港澳事务的 这个人大台湾会员长张德江 这也属于上层 暂时不能动 主要是震慑他 削作他的话语权 那对下面的梁正英 我想习近平政权的想法是 主要是不让他连任特首 但是出手在中间 在中间就在港澳办和中联办 在港澳办中联办夺取这个事务权 把这个港澳事务的主打权 回归到习近平手上 这是中纪委这次出击的主要目的 陈小龙先生 我们知道港澳事务 除了政治上的因素以外 很多人也认为 可能经济上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考虑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 这个这次整肃港澳办和中联办 重点不仅仅是 把他们全面清查一番以后 就完事了 因为从这个中纪委通报港澳办 这个王光亚的那个说法里 我们看得出来 他更重点的强调的是 今后港澳办和中联办 要跟党走 要按照这个政治忠诚的标准 这个认真的执行上层的政策 换句话讲 他还要继续依靠 现在这个中联办这么个 和港澳办的班底 而不是把他们一国端 那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我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经济层面 也就是说港澳办本来 还有中联办 对香港的日常运作 并没有直接的指挥权 但是他对一部分机构 有特别的控制权 那就是这部分机构 只有他指挥的东西 港府管不了 什么机构呢 就是中资机构 香港的中资机构有三大类 一个是红二代 官二代的企业 第二个是央企 在香港的分公司 再一个就是这个全国各地地 省市县几集在香港设的创合公司 和这个办事处 这些几千个中资机构 在香港呼风唤雨 以前一直是他们的室外桃源 他们构成的最大威胁就是 中国现在外汇存抵越来越紧 中央政府连留学生的学费和生物费 都开始卡 尽量不让家长全部汇出去 在这个背景下 如果中资机构在香港 继续胡乱的这个外逃资本 然后洗钱 会直接威胁到中共的生命安全 所以对中共政权来讲 眼下卡住这个洗钱管道 只能通过中联办 通过港澳办 所以他在打了中联办 广澳办之后 下一步恐怕就是 对中资机构开始念及不照了 好 待会我们下一步 还会请陈翔东先生分析 就是这个中资机构 或者是这个红二代 官二代是怎么在香港运作 那么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用破空的术语 说如果说它是个电视剧的话 它是围绕着三个主线 主线交织在一起进行的 第一个主线 实际上是政治的 就是香港这么 回归以后的政策 显然是失败的 现在包括港独都出来了 而港独在政治上有零的突破 这个立法会选举 这个有好几个立法委员当选 这个实际上已经证明 北京的政策是失败的 这是一条主线 这个政策哪一天可能会检讨 谁来负责 这是一条主线 另外一条主线 就是从治港到香港 还有中资公司 这么一条线的巨大的经济利益 大家知道这里边的利益 是非常大的 腐败是可以想象的 它可以说是黑社会的 一个某一种经济通道 这个通道由谁掌握谁就得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要打到现有的通道 来大家要争这个通道 所以这是围绕着这个经济利益展开 另外一个主线就是十九大的布局 十九大的布局 我通过反腐 通过政治上要负责任 来开始对某一些应该为政策 或者是腐败来负责的人 挑战政府 就是说你不要阻挡我对十九大的布局 来完成这个顺利的这个布局 来而且腾位置给自己的人 所以我觉得是围绕着这个三个主线开始的 在这方面呢 我想承报还是立了很大的功 为某些人 对 好 魏比周先生您的看法 对 我刚刚觉得 大家都说的都没有错 这让我想到就是 实质上的问题 可能现在就是从经济层面 从反腐这个层面来着手 来达到政治目的 香港的媒体譬如说 香港的媒体刚刚提到 有关于中资机构 形成是一个贪腐 跟国内这些官二代 这些红二代 本身很大的这个利益纠葛的问题 香港的媒体譬如说 就有问到几件事情 为什么梁振英 没有办法去追下去 譬如这个 有一位叫赵詹娜的女子 在帮这个国内转钱洗钱 然后这个国外媒体都有报道 那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这个这位女子 赵姓女子 现在人在地方 站在哪里也不知道 也没有去追弃 好几个这种大型的案子 应该是落在 这个港府本身的责任 但是港府本身 并没有通报国内 也没有通报大陆 北京方面 自己没有继续追索下去 所以这几件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讲说 他当香港的媒体 来质问梁振英 你为什么没有 就这些贪腐的问题 这些利益纠葛的问题 继续追下去的情况下的时候 就已经点明出来说 这个背后所存在的 利益纠葛在哪里 那大家都知道 那这件事情是从 这个陈报最早之前开发 先爆发出来的 那么就提到了 这个张德江背后 跟江泽民等等这些关系 那事实上 我们大家都了解 其实现在这个中共体制 基本上是六四 延续下来的一个中制体制 等于是从江泽民开始 他所建立的 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 那么经过温湖 这个胡温二代 这个所经过的东西 也是在整个情况下 所形成的 慢慢慢慢推远到今天 那么今天 习近平上来的目的 基本上就是想要扳回 这样整个一个城市 所以一步步这样走下来 当这个薄熙来 周永康这些轻波到的时候 下一步我想就到了一个最难 挑战性最大 利益纠葛也最繁密 也最根深蒂固的地方 就是属于香港这一块 那香港这一块 事实上这一块的东西 也可以明白讲出来 就是中共自己内部 高层内斗的一个象征 那么他今天摆在这个 六中全会 十九大召开之前来解决 我想这已经说明到 这个在习近平 他进入第二任十九大之前 他必须把这一块解决清楚 把这样的势力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把它去掉 但是一定在某种情况下 把它防止在某一个 他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以便于习近平在十九大 做他自己真正要做的事情 好 这一次有一个 耐人寻微的一个细节 就是继中纪委批评港澳办之后 乘报马上就乘胜追击 但是中联办的喉舌 也就是早前和乘报 有冲突的大公报和文汇报 都保持沉默 不管是在网上还是报纸上 都对中纪委巡视组的 这个报告只字不提 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 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的确这两个派别 两个山头昭然若见 一边是习近平王岐山 那就是像中纪委 这个承报 这个等等这个体系 还有那个纪监组 派驻的纪监组 那么另一个就是说 另一个体系 那就是二张一王 就是江泽民留下的人马 这个三大常委 张德江 张高丽和刘云山 那么刘云山这个山头 从他的上面长官的党媒 一直深入到香港的传统 党媒大沟报 文汇报 所以这个态度上非常分明 他们的报道的重点 他们什么不报道 什么不报道 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两大阵营是分明的 所以权力斗争 是这个昭然若竭的 另外刚才这个 毕周兄提到一个 利益揪狗 的确是在香港 这个香港民众 回归之后 离心离德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说 这个内地的腐败文化 输入了香港 香港受到了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 这个内地 共产党腐败文化的渗透和污染 污染之后就造成了 贫富差距 贫富悬殊 香港传统的 以中产阶级为主 而这个底层民众的 生计能够保障的 这个传统 这个受到的侵害 说香港人民非常愤怒 包括这个鱼弹革命 所显示的那么一个 愤怒情绪 包括战中运动 还有雨伞运动等等 那么实际上 中共的高官 是把香港变成了洗钱中心 中共的历代高官 历代领导从江泽民 到胡温时 到现在习近平时代 各界政治局常委 都在香港洗钱 像李鹏家族 在那里上市垃圾股 在那边设置 购买豪宅 设置大楼等等 还有江泽民的孙子 江志成 跑到了募捐 搞私募基金 一次就募了十亿美元 而当时的香港首富 也是亚洲首富的家臣 居然要下楼 亲自来接待一个 二十多岁的矛头小子 给他从各方面奉上十亿美元 另外像温家宝的儿子 温云松 还有刘云三的儿子 刘洛飞 搞私募基金 都到香港圈钱 而且已经下巴了徐才后 派一个年轻女子 到香港洗钱 一次就是一百亿 说整个香港 不是回归了中国 而是回归了中共 不是回归了中国人民 而是回归了这个利益集团 中共利益集团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一次的权力斗争 也涉及了利益揪狗 说王岐山跟习近平 不见得能够追打到底 他只是把对方追打下去 把对方削弱 但是习近平本身 他的姐姐和姐夫 在香港就只有豪宅 所以前一次 国际记者协会 或者其他媒体披露 他们在海外开空投公司 的追的地址 习近平姐夫 邓家贵的地址 是在香港的一处豪宅 所以他本身 就说不清楚的一些事情 好的 确实我们知道 陈鲍批这个张德江 港澳办和中联办 其中一个最大的罪名 就是说叫做 所谓贪腐无底线 而且说这是政圈公开的秘密 确实我们知道 香港回归之后 刚才各位都提到 中共高官的家属和子女 纷纷到香港活动 我想除了刚才 陈鲍公先生提到的 还想听陈晓农先生分析 就是这方面的情况 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各位都跟我们分析一下 陈晓农先生 请您来先谈一谈 尤其是哪些太子党 和红二代人物 涉入其中 刚才破空已经介绍了一些 这个我想在破空 刚才谈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一下说明 就是如果中共是 单纯目的是在香港 消除中资公司的腐败 和中联办的腐败 那么把他们一锅端就完了 把中资公司关了拉倒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 其实这些公司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清查的 中共也没有能力 加加去清查 毕竟他们是在香港 注册的公司 所以他还得顾及到 香港的所谓特区的法律 那么我前面谈到过 有几千家 这个中资机构 在香港运营 他们干什么呢 这些公司就是 破空刚才提到的 他们真正扮演的角色 是所谓的洗钱 香港现在 爽口贸易上没有优势 制造业只占经济2% 原来的这个下金蛋的鹅 已经不存在了 它也不再是四小龙 它只是一个金融中心 而这个金融中心的实质 就是洗钱中心 那么洗钱通过谁洗 不是香港那些本地的小企业 而是通过这些中资机构 这些中资机构 在香港运营 世界20年 没有多少正常的生意可做 他们主要的功能 就是帮助国内的贪官们 和这个国内的企业 想办法用假出口 假对外投资 而不用假进口 假对外投资 把资金转移到海外去 到离岸金融中心去洗钱 洗完了以后 再帮着这些企业 把资金转回国内去炒房子 炒了房赚了钱再洗出来 因此在过去几年 这个香港洗钱活动最活跃的时候 平均一个月 从中国进出的资金数量 就可以达到一个月进出 就是近一千几百亿 出一千几百亿美元 最新的数据是 2014年中国吸引的对外 所谓吸引外资 总共大概1200亿美元 其中将近六百几十亿 将近700亿来自于香港 香港现在其实本地企业没有钱 这钱全日中资机构在玩 那么占整个吸引外资68% 也就是说中国吸引外资的 百分之六十几 六十八十来自于香港的假外资 再加上其他离岸金融中心 假外资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些假外资日积月累 在中国现在已经构成了一个 上万亿的炒房的基金 这就是中国现在经济的命脉 也是中共政权的命脉 对 好 确实我们知道 香港民众对于北京 这个离心离德一个很大原因 确实也是因为大陆这个政商文化 影响了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生态 我想听听杨剑林先生您的观察 对 除了刚才 前几位先生所讲的 还有一个小老百姓的生活 实际上随着中资机构的进入 还有大批的内地人的移民 严重地压缩了香港人 自己的生存空间 比如说以前上学 大家进公立学校都没任何问题 现在从幼稚园开始就有问题 生孩子床位没有问题 房子现在买不起 购物现在出现很大的 购物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一切都给香港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强烈的挤压 而且小老百姓是感受到的 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内地 所谓的内地 那这样他这个反弹的情绪就非常高 借着他自己的自由被蚕食 民主的权力不能够得到 爆发出来 所以这个是现在香港的一个生态 而香港人面临着这种局面以后 他在找出路 在面临着这么强大的中国 他觉得没任何出路的时候 所以这个港独的这个思路 本土的派就起来了 这是一个就是这种政治环境下 所出来的一个状况 刚才我回过头来再讲 刚才那个小农先生所讲的 这个现在这个我们所看的这个争斗啊 实际上围绕着这么一个非常巨大的利益 因为如果洗钱的通道 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的通道来这个分享的 但是最大的通道是什么呢 就是港澳办 中联办 加上这个特首 这条线 这条线是大家都必争的 这是主要的一个洗钱通道 控制利益的一个通道 所以在这里边的斗争将会非常的激烈 而这个斗争会以这个什么 香港政策的失败啊 或者不执行党的政策的这些名义 能够表现出来 好的 VB周先生您的看法 对 我非常同意刚刚那个建立所说的 基本上应该是从这个特首 这个角度 梁正英为一个主要的代表性人物 加上这个陆陆续续 这个新的一批议员进来之后 所造成的一些问题 在这个地方来凸显 所谓党的这个 党的政策一直没有贯穿下去 我另外要提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有人注意到一件事情 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政商关系 这个香港最重要的一个商人 郑玉彤先生 91岁在9月底过去吧 那在这个出病的仪式之前 这个大家都拍了宴殿 包括贾庆龄啊 张德江这些都拍了宴殿 那么大家也有注意到 作为政协主席于政生 所谓跟习近平这些 比较相关的这些人 都没有拍发宴殿过去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 意思是说 在习近平跟这个所谓张德江这边 两派不同人马都已经看得出来 大家都有立场了 那郑玉彤是什么人呢 郑玉彤是一个非常非常 一个成功的商人 在香港算得上首富之一了 那么这个过去的过程 我想承报在这一次 这个发难所做出来的 这么大的一个攻击的情况中 也点明出来 这个中研办背后 所代表的这些利益 从这个回归以后 所代表的一些利益 那么也就说明说 这个中研办所 所自己特性独立 离开这个港澳办自己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情况下 跟香港自己本身本地商人 所产生的一些纠葛 一些瓜葛在里头 在这种情况下 所产生的东西 跟中资机构的东西 都会算在一起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中研办这个系统 跟香港自己本地的 这些利益纠葛所在 那更包括刚刚这个小农中心 所讲的这些中资公司 所在的情况下 我另外还可以再提一点 就是说在很多官二代 红二代他们的子女 如果到外商机构 能够谋得一个实习机会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 透过香港这些外商机构 能够得到一些实习 或者是晋升拿到一个 所谓什么总裁的 或者副总裁这样子的头衔 其实我们在新闻报道上 看到很多了 那这里头的利益交换 利益交换 这已经也已经被 这个西方媒体 都已经披露出来了 这里的利益交换 跟以前过去的几位 中国财政部长 所造成的利益交换 都是非常非常可以让查得出来的 可是真正的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如果包开出来的话 绝对会中正 对中共自己政权 本身造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只是眼而不谈的东西 所以真正的表现 应该是以在梁振英为首的 这个特首连任 与否这个情况下 来表现出来这个最后的斗争 好 我们知道这次 虽然中纪委批评的是港澳办 但实际上中纪委 从今年年初就开始 进驻调查中联办 而且后来承报的这些攻击 也显示中联办 其实是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整个港澳管理系统 中共从最高到下面 都陷入了麻烦 那么我想听听 陈破空先生的看法 就是你觉得哪些人会遭殃 就是在这一波的整肃当中 中联办跟港澳办的功能 实际上是差不多 都是在人大 这个张德江 这个政治局常委 主导下的一个港澳事务系统 这两个东西都是 这两个办 港澳办中联办 都是中共腐败文化 输往香港的桥梁 如果从中纪委 从查腐败入手 反弹入手 可以说罪名和证据 腐蚀皆是 当然我还是说 他实际上是查这个东西 是震慑两头 这个是一头是震慑 上面张德江 一头是震慑梁正英 因为这个只要把中联办 和港澳办 这些证据拿出来之后 那么这里面大量的证据 自然就会涉及梁正英 涉及张德江等等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 一个危机解灭 他就披露了 中共的腐败 不仅仅是一些 党政机构的一些腐败 而且就指明了 包括外交部 港澳办的中联办 这些官员 在海外都偿付 在这个瑞士存钱 在其他国家都存钱 那么外界就想 为什么中联办 港澳办这些人会有钱 他们的钱从何来 他又不是一个地方的主政机构 既不是省长 也不是市长 钱从何来 那就是在香港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 向人伸手拿来的 张钱黑钱 好的 因为后面时间不多 请各位评论的时候 稍微简短一些 那么陈小农先生 再听听您的看法 现在大家都在谈19大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19大能不能够 顺利平安的完成 很重要的是 经济形势能不能稳住 而中国经济形势 现在两个命脉 一个是房产价格 会不会滑坡 第二个是外汇储备 会不会出空 而这两点现在的关键都在这个中资机构身上 香港的中资机构 我刚才提到 香港中资机构这些年来 一共向国内输送进去大概上万亿美元的资产 就是假外资 基本上都在房地产上 如果这批资金撤出来了 中国房地产就垮了 同时外汇储处也没了 所以对中共来讲 要保住政权 保住政局 最重要的就是卡死这个管道 要把这几上万亿美元的假外资 套死在房产上 让它跑不掉 走不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 这个习近平动这个手 目标不是特区政府 而是中资机构 也不是要把中资机构以过端 而是要让他们听话 让他们不敢胡作非为 目的是按照中央的意图 把这些假外资给扣在中国 当人质 当钱质 好的 杨建丁先生 从现在目前的局面来看 习近平已经占有很强的优势 就是说他基本上是大局掌握在他的手里 现在的局面对他非常有利 第一 他通过烧这把火 他可以为未来的香港政策转向 如果他想转向的话 打一个铺垫 第二 他这把火烧 可以往下烧 烧到梁振营 我相信梁振营肯定 连续无望 我认为无望 那这把火在中联办烧 在港澳办烧 也可以往上烧 也可以中间烧烧就算了 所以我相信张德江最近 感到火的热度 他会在十九大的布局上 恐怕会变得更加的配合一些 这个所以从现在来讲 习近平占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进退对他来讲都是自如的 好 魏比周先生您的看法 对 我刚刚这个小龙先生提到 这个十九大的布局 那现在有一拍的看法是这么讲的 说马上开下礼拜24号开始的六中全会 里头有两件主要通过几个一些条例 这些条例都是在于整党跟治党这方面着手的 那么在中国今天目前房地产的问题 这个经济停滞不能够生长的问题 等等这些国内经济因素所带出来的情况 照理讲这个六中应该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性的共识 或者是前瞻性的共识 而这一派的说法是认为说 这次六中全会假定说是真正在 主力在这个所谓对于党的控制 跟党的清洗这方面来讲的话 那么说明习近平这一派 事实上对于事情都很有控制的 而他要把党这个控制摆在最前面 那么其他东西摆在后头 那这个就为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铺路 最近大家很多 我听到很多朋友都在谈说 六中之后要开始这个整治所有的党员 从这个党费开始着手 那这就说明一件事情是说 这些事情包括现在整治张德 这样子这一派的所谓贪腐问题的话 事实上可能就是在为这个六中全会的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起炮吧 一个起身炮 好的 说到这个六中全会 我们知道最近中国的官媒开始 又高调的强调这个核心意识 以习近平 而且这次是强调以习近平为核心 而且中央电视台我们知道 正在播放这个中纪委制作的八级电视片 永远在路上 而且里面曝光了很多十八大以后 落马的这个大老虎受审监禁和 这个忏悔的镜头 要在六中全会的时候播完 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 最后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就是在最后这个六中全会之前 你觉得中共这种种的动作 里面的生意是什么 这的确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这个组合拳 然后连续剧 这个中纪委这个大片 现在正在这个中央电视台播 黄金时段八级 而且赶在这个六中全会刚刚召开 这个第二天把它播完 这个电视台剧也非常有意思 一方面体现了共产党的市众文化 把这个贪官高官都拿他们 播放他们的镜头进行人格侮辱 另一方面他表面上起了一个 所谓震慑教育党员的作用 为这个六中全会什么 从业治党铺垫 但是他真正的含义 却是近距离的临场震撼 就是针对政治局常委 针对这个就是说 可能给习近平这个人事重组 大权独揽构成障碍的 这么一些政治局委员会 政治局常委 这个永远在路上 这个题目非常有意思 它来自于王岐山的一个名言 反腐永远在路上 那么这个一话就说出来 就说你看这些人都被打落马了 有政治局有政治局常委 那么你们是不是还要来 还要来的话对不起 我们就继续打永远在路上 那么下面还要轮到你 当然这个永远在路上 这个话也是一个反讽 如果中共中国的制度不改 仍然是一党制 仍然是资深贪官污吏的温床 的确反腐永远在路上 没完没了 所以这个既是反腐呢 也是一个深入 我想在六中全会前 这个二章一流等等 就习近平的这个对立面和阵敌 能不能收敛 那么还拭目以待 但是最近呢 对这个习近平的核心的提法 的确是强化了 因为年初要提核心没有成功 后来又改成以习近平为总书记 最近李鸿忠又带头 说就是要维护习近平 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 这个提服啊 能不能成功取决于 习近平那个大权 能不能真正在握 好 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 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 杨建立 魏毕周 程晓农 和陈破空先生的讨论 我想提醒大家 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 我们将整个小时分析六中全会 好的 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观众朋友 欢迎你到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 并提出建议 我是宁星 祝你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